中暑发烧验初晚期肺癌 她接受组合治疗想看女儿结婚 肺癌难以早期觉察 连莫名中暑都可能是征兆 一名五六岁的肺癌女患者其字数 两年前中暑不是一度发烧至39.5度 挂急诊后诊断为肺炎 自觉病情不单纯要求进一步检查 赫然发现右侧肺部有一颗6.5公分的肿瘤 切片后确定是第三期的非小细胞肺癌 其虽然积极治疗 但今年3月肺癌复发 且同时攻陷左右两肺 肿瘤各有一公分大 再次手术切除病灶后 改用免疫治疗组合 目前控制状况稳定 几乎没有副作用 台湾临床肿瘤医学会理事长高尚智医师解释 肺癌患者通常确诊后会先验是否有 AJ肺或ALK等基因突变 作为是否可采用标靶治疗的判断 其的基因突变检测却都成阴性 标靶药物效果有限 且免疫检查点PDLE表现量也不足 幸好采取三合一的免疫治疗组合 得以稳定病情 其已婚并育有一女 女儿才刚上大学 得知罹患肺癌第三期之后 她却比家人更坚强 乐观面对开刀 化疗 由于她并不抽烟 先生认为可能是由烟害妻子离癌 生病后更亲自下厨不让其接触油烟 不料肺癌于今年再度复发 其仍勇敢抗癌 只希望有机会看到女儿披上婚纱 她的主治医师 台北慈济医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 黄敬耀表示 其非常勇敢 到目前未知的组合治疗成效明显 显示出无论PDLE表现量数值多寡 晚期患者都有机会 因免疫治疗药物的搭配而提升治疗效果 尤其非小细胞肺癌约占国内定义九成 呼吁民众面对肺癌提高警觉 积极治疗 高尚治医师说明 免疫治疗虽有肠尾效应 但整体反应率仅有二至三成 要改善晚期肺癌治疗效果 可结合免疫治疗抗血管新生标靶 以及化疗药物突破先前疗法困境 从化疗到标靶再到免疫晚期肺癌武器变多 高尚治医师指出 肺癌的治疗方式在过去年年间取得了重大突破 以往化疗甚至无法有效延长生命超过一年 标靶治疗问世后 如果测出AGFA或LK等基因突变 就能采取标靶治疗或是抗血管新生药物 去年诺贝尔得主美国免疫学家艾利森 James Ellison和日本免疫学家本树佑他苏普空族 创立了新的免疫疗法原理后 确认透过PD-Li免疫检查点药物唤醒自身免疫系统 就能恢复身体杀死癌细胞的能力 也成为晚期肺癌的治疗方式之一 高尚志说明免疫治疗具有肠胃效应 即使疗程结束 不再使用免疫治疗药物 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仍会持续发挥抗癌作用 延长生命的效果显著 不过晚期肺癌患者单独使用免疫检查点药物的 整体反应率很低 仅二至三成左右 导致绝大多数患者无缘使用 为了突破肺癌免疫治疗反应率低的困境 目前趋势是帮免疫疗法找搭档 透过结合免疫治疗药物 抗血管新生标靶药物 化疗药物老中青三代的组合 改善向其这类晚期肺癌患者的治疗效果 黄俊药医师指出 组合疗法可使肿瘤反应率突破六成 比起化疗加免疫治疗 死亡风险可再多下降二成 组合治疗反应率突破六成末期肝转 以病例存活期提升五倍 黄俊药医师说明 近年国际大型研究学会 包括美国临床肿瘤医学会 ESCO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 ESMO和欧洲肺癌学会 ELCC等都有研究证实这种结合化疗 腰法免疫治疗的组合疗法能让肿瘤反应率突破六成 整体死亡风险也降低两成 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疗法也可能适用于晚期肺癌最险恶的肝转移 黄医师举例自己曾有病人暖期肺癌肝转移预计只剩二周存活期 最后再接受免疫治疗组合疗法后 存活期超过十零天 是原先预估的五倍以上 抗癌有如作战 不同的武器可发挥不同的效果 黄俊药医师解释 最早期的化疗药物就像是炸药 直接破坏细胞生肠分裂 但无法全面清理战场 还会破坏环境 而标靶治疗 就是阻断癌症养分的后勤突袭战法 免疫治疗 则向地面作战部队 负责协助免疫细胞辩食 并击杀癌细胞 三种武器各司其职 可谓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提升整体战斗力 赶紧将这个知识分享给亲朋好友分享出去 救人一命 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